注意注意 两军师已上线 说起渣男啊 那真的是人人喊打呀 会受到很多人的鄙视和嫌弃啊 但不得不说 渣男之所以可以让女孩子死心塌地 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呢 有着一些可以让女孩子开心的小技巧 那这些小技巧呢 也是值得广大男生学习和借鉴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叶子就来呢 跟大家分享几个渣男的恋爱小技巧 学会了之后呢 你也能够轻松俘获女性 小本本啥的都拿出来吧 记笔记啦 第一个 大胆 勇敢 这是很多直男兄弟们啊 要学习的一个渣男恋爱小技巧 为什么 因为对于大部分这个渣男来说 他们遇到喜欢的女生呢 都会毫不犹豫地去追求 失败了就失败了 他们是毫不在乎的 但是对于很多老实的兄弟来说啊 他们在追求一个女生之前呢 会在脑子里想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 他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 他要是拒绝我了怎么办 他要是不理我怎么办 等等啊 总之就会想很多 最后呢 也不行动 但是呢 对于渣男来说 他们被女生拒绝了 是毫不在乎的 大不了呢 再花一点心思 重新去讨好他 但是对于这个 老实的兄弟们来说呢 被女生拒绝之后呀 他就有点这个灰心丧气了 一个人呢 默默流泪 都不敢去追求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一定要大胆一点 勇敢一点 看到自己喜欢的女生 你就大胆勇敢的上啊 去追求他呀 对不对 失败了 没有什么关系的 拒绝了 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不行动 你怎么知道 对方会拒绝你呢 万一人家答应的呢 对不对 而且啊 被拒绝了 也没有什么关系 谁说拒绝了之后 咱们就不可以再次追求他呢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说说第二点 善用套路 有句话叫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的人心嘛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啊 在感情里 如果说你一味的付出 那么是很难得到相应的回报的 而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套路呢 却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而渣男呢 就是非常善用套路的这么一个男生 他们会用一些套路 去赢得女生的欢心 比方说浪漫 甜言蜜语 会说情话等等 他们会用这些方式呢 去哄的女生心花怒放 但是一些老实的兄弟们啊 他们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呢 只懂得一味的付出 结果到最后呀 付出了所有 也没能够得到女生的喜欢 所以呢 咱们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呢 可以去用一些小套路 当你们把这些套路用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女生啊 也没有那么的难追 好 这是第二点 接下来说说最后一点 满足需求 兄弟们 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女生都喜欢渣男呢 对 没错啊 因为渣男会满足女生的需求 他们知道女生会想要什么 他们会站在女生的角度上 去考虑问题 他们所有的付出呢 都是基于女生想要什么 而不是说我能够给他什么 但是老实的兄弟们啊 他们在追女生的时候呢 就不是这样的 他们会想着我能够给你什么 而不是说啊 女生需要什么 所以呢 我们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可以去换一个思路 去观察一下女生她需要什么 然后呢 咱们再去满足她 比方说女生在感情里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这个浪漫嘛 对不对 这个安全感嘛 是不是 那咱们呢 就可以去满足她的这些需求了 那其他总的来说呢 虽然说渣男的这个人设 我们不能去学习 但是渣男的一些恋爱小技巧呢 我们还是可以去借鉴一下的 好了啊 今天就落到这了 下期见 下期见